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招来贵族 地主子毛 以及司马光等大臣的极力反对 是单纯的政见不同 还是利益 祝祟 王安石屡遭谈和两次霸相经历了怎样的心酸 宋神宗由极度信任王安石到同一起辞职归业 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八年的变法给北宋带来怎样的变化 变法的是非功过又该如何评说 学者杨极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安石变法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公元1078年的正月 神宗决定改年号为原分 这个举动表明啊 神宗一方面想将变法进行到底 另一方面呢 是向和王安石时期的改革做个区分 这次是由他亲自挂帅主持变法工作 我们还说了 在整个原分年间啊 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人们注意 他们分别是官员制度的改革 又称原分改制 和西夏的两场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 最惨烈的要属那场永乐城之战 宋军几乎全军覆没 还有就是北宋第一宗文字于案 乌台诗案 一代文豪苏东坡差点命丧王权 最终还是得靠王安石等人奔走相告 这才免了死罪 被点关到今天的湖北黄刚 这三件事啊 虽然各自不同 但都与神宗不断强化皇权统治有关 眼看着神宗大权独揽 正可以大展拳脚 继续他宏伟的变法事业史 可偏偏人算不如天算 神宗死了 好一个壮志未愁生先死啊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宋史 神宗本记记载 元分八年 也就是1085年的4月1日 愚人节那天 神宗因积劳成疾 英年早逝 年仅38岁 神宗的死啊 不是突如其来的 我们前面提到过 早在元分五年 也就是1082年 因为永乐城之战的大败 神宗就黯然神伤 伤心至于染上重病 卧床不起 到了元分八年的二月 神宗病情加重 已经到了美法上朝礼政的地步了 于是神宗的母亲 高太后就出场了 前面我们提到过高太后 史称 宣人圣列皇后 公元1065年 也就是宋 赤平二年 由宋神宗的父亲 宋英宗 测分其为皇后 神宗神地不行 高太后呢 就上朝听政 携子处理国家大事 所谓听政啊 就是上朝听取大臣们报告 并决定政事 但因为男女是有别的 通常呢 会在座位前加一道帘子 皇太后呢 在帘子后面接见群臣 我们知道 历史上最有名的 就是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 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仅仅过了一个月 神宗便去世了 然而国不能一日无君啊 神宗死后 他的长子赵旭继位 史称宋折宗 而高太后呢 则顺理成章的 升级为太皇太后 由于当时折宗年纪很小 十足年龄九岁不到 太皇太后呢 就继续临朝称制 代为执政 如果说神宗任内 继续推行变法 是当务之急 如今换了一个国君了 变法还会得以继续吗 换句话讲 北宋政局会有什么变数呢 对于这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从高太皇太后对变法的一贯立场讲起 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个高太皇太后的为人 说他性格是恪守祖宗家法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啊 非常注重炫扬鲁家的分建礼教伦理观念 而变法啊 在一定程度上是要突破祖宗家法的 正所谓祖宗不祖法嘛 所以啊 太皇太后对于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 另外一方面 他尤其不满王安石 这又是为什么呢 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在前面讲到过 变法初期 王安石一上来就是规定 只有赵红英 赵匡英 赵光义 这三族后裔中的每一支每一代保留一个名额 选择一位贤良为公爵 其他公爵 全部废除 后来又啊 裁剪后宫嫔妃和大臣们的赏赐 王安石的做法势必会引起皇亲国戚们的怨恨 而高太皇太后正是这帮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表者 继续自治通奸长篇记载 当时太皇太后曾一度对神宗这个面前啊 唠叨说这些规定不好 但神宗呢 一心求变 志在必得 最终没有采纳母亲的意见 但是事到如今 变法改制的操盘手王安石霸向已久 幕后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也逝世了 新登级的小皇帝还是个小屁孩呢 懂个啥呢 这意味着 如今的北宋镇居已到了高太皇太后 说什么是什么 唯命是从的地步了 既然对变法深恶痛绝 那就干脆来个改型跟章 虽然高太皇太后一心想推翻变法 但毕竟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已经多年了 大部分新的政策也确实给国家带来了新的生机 那么高太皇太后该怎么做才能把之前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全部推翻呢 那么高太皇太后具体会怎么做呢 第一 他需要有一帮人为他效力 而这帮人也必须跟他是同一个战场 很快高太皇太后就把目光投在了一帮以司马光文彦博为代表的守旧派身上 其中他对司马光最信任 除了调任司马光回京 还提拔他为宰相 媳妇熬成婆 分水轮流转 司马光回来了 说起司马光啊 我们讲过在西宁变法期间 他因为与王安石意见分歧 彼此难以合作 最终被神宗 贬出京城 外放到地方 司马光被贬啊 却没有满腹牢骚 他温和的性格反而让他更会隐忍 让他把主要经理放在了编转自治通鉴的工作上 这有点像当年司马千昭攻刑后啊 发奋著书 写就了千古绝唱的史记一般 俗话说啊 西域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从被贬地方到神宗去世 司马光实际上已经远离中央 闲居了15年 但他从未改变对新法持否定的态度 他深知新法在实施过程中有种种弊端 因此啊 当高太皇太后一纸公文要求他回京附像 他就明白 如今的当政者的意图究竟何在了 总之一句话 他的时运来了 回到京城后啊 他就给高太皇太后写了个折子 据续自治通鉴 长篇记载啊 折子中写道 先帝神宗呢凭借他的这个聪明才智 急切的想要取得治理的效果 而王安石对于国家制度呢 又不是通晓 紧紧拼借着自己的想法 去改造旧的制度 被先帝呢 后来呢 这个错的加以利用后呢 导致天下百姓颠沛流离苦不堪言 太皇太后和折宗皇帝呢 深知变法的弊端 才纠正了其中的一二两条 停止新法 老百姓的欢呼之声就已经响策四方了 由此可见 老百姓希望社会稳定 国台民安 希望日子分调语顺 别太折腾 他们对于太皇太后和陛下的及时出手 拨乱反正是非常拥护的 为此 太皇太后和陛下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何不把其余剩下的新法一块都给废除得了 最后司马光顺势给出建议 希望太皇太后和陛下呢 应当尽早颁布命令 把百姓从穷困愁苦中解救出来 让国家所面临的危难啊 让天下重新振作起来 让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波乱反正 一举恢复太祖太宗时期定下的国家制度 更何况啊 太皇太后同陛下一块处理国事 实行正确的方针 去除弊病 采取有效的措施 这属于母改子之症 于情绪于理都很正常嘛 没有什么好顾及的 司马光重新上台后 手腕着实厉害 一份折子不但将高太皇太后的心思 全部说了出来 而且还规划好了 之后逐步推翻变法的步骤 甚至提出了母改子之症这一说法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概念 母改子之症这一说法 是否另有深意呢 之所以提到母改子之症啊 那是因为当时有一些拥护变法的人 为了维护神宗变法的成果 就提出一个理由 说神宗刚刚去世 你做儿子的继位不久 就废除父亲颁布的心法 这是有违孝道的 孔子不就说过嘛 父亲去世后 三年而不改夫策 已属于好的孝道 这才称得上是守孝啊 在这个时候 司马光发挥了其作为御用文人 和智囊的作用 他得为新的主子找到一种 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依据 从而来推翻当下的言论 那么他是怎么反驳的呢 司马光提出了两点意见 第一 他说孔子虽然是这么说的 但前提是得无害于民 无损于国家 如果让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让江山设计都有雷软 轻负危险的话 哪能将错就错 知错不改的呢 第二 现在请注意 现在虽然是折中即位 但他年纪尚小 很多事情还不能不断 所以我们请来了高太皇太后垂帘听证 太皇太后是谁啊 她是神宗的母亲 她执政了废除掉以前的法令 是母亲改掉儿子的政策呀 所以折中效不孝顺 也就无从谈起了嘛 司马光的这番定调子啊 可谓逻辑整理 滴水不漏 确实呢 给高太皇太后 这个计划全面废除新法 创造了顺畅的舆论空间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 司马光是想尽一切办法 迎合高太皇太后 企图报劳高太皇太后的大腿 借机上位 实现推翻新法的目的 这个关系啊 就好比当年王安石试图 以仗神宗的权威 来推行变法的道理是一样的 至于折中这个小皇帝啊 老实讲 因为他年纪实在太小了 年幼无知 根基不稳 司马光是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的 结果不出所料 司马光的一番表态 换来了高太皇太后的权力支持 不久 在太皇太后的批准下 司马光把曾经过去反对过新法 或者曾经受过变法派打击 而扁官外放的官员们都重新启用 大量的引进到朝廷中来 这一句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提到过 那个犯过案的苏氏 那个乌台试案的当事人苏氏 因为对王安石新法有很多不满 所以很受太皇太后和司马光的青睐 在神宗去世后的几个月的时间内 苏氏就连连升迁 最终成为了汉林学士郑三平的朝廷大员 另外 司马光将他大量的心腹亲信 安插在御史台中 要他们全力对于下的变法派官员进行探阁 仅仅激活一个司马光 就给高太皇太后全面废除新法的计划 创造了顺畅的议论空间 高太皇太后这步棋可谓又准又狠 舆论上的成功造势 为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基础 那么高太皇太后接下来又会祭出怎样的杀招呢 系列节目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极为您讲述第十六集 变法被全盘推翻 高太皇太后启用司马光登守旧派老臣是第一步 那么接下来第二步又是什么呢 首先 在司马光两次上书起开言路状后啊 高太皇太后非常满意 下照全国可以针对新法自由批评发表观点 这实际上等于为废除新法制造了舆论基础 老百姓可以批评了 紧接着呢 太皇太后就陆续废除了保甲法 保马法 江兵法 方田军税法 清苗法 免疫法 示意法等 也就是说 也就在一年左右的时期内 王安石所实行的各项新法几乎全部被罢废了 而对于外交策略呢 作为辅政大臣的司马光 竟然在论西夏杂子中提出啊 要将西河战役中占领的军事要塞还给西夏 因为这些地方啊 在司马光看来是无用之地 并且鉴于神宗在元分年间接连败给西夏 想跟西夏对抗 结果军队全军覆没 所以结论是 北宋要对付西夏是心有余 而武力不足 干脆 把土地还给人家 换得一时太平德了 值得一提的是 泽宗继委后 在第二年 也就是1086年 改年号为元佑 太皇太后呢 是在元佑八年 也就是1096年才去世的 在他主政的八年时间里 保守派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 大肆推翻新法 而恢复祖宗之法 同时啊 大量弹劾变法派的官员 因此历史上又把这段时期称为是 元佑更化 更化意思是更改 更正的意思 比喻重新获得生机 实现复兴 面对保守派的围剿 变法派陷入了全面的被动 宋神宗的离世 让他们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支柱 轰然倒塌 但是面对高太皇太后 全面废除变法的行动 变法派真的会选择默默忍受吗 首先站出来的便是一个叫做张敦的人 张敦自子后福建普城人 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担任过参治政事 相当于副宰相职位 是变法派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则中的元佑年间 他担任书密副使 负责军事掌管军事事务 当他看着变法事业大势已去 司马光还不甘心 要一锅端的接着废除免疫法时 他就与司马光在朝中展开了论战 论战双方的核心观点其实很简单 司马光认为 免疫法剥削平民 资老上等户 必须要尽快废除 而张敦就辩解说 这部免疫法可是先帝神宗和王安石 慎重讨论两年下来的成果 而且执行了15年了 全国已经适应了 并没有出现司马光你所说的问题 你司马光显然是小T大作欲加之罪 据《狮子通监》长篇记载 于是这两个人 就是你一分咒章 我回一分咒章 你上一个折子 我再回一个折子 进行了数回合的较量 当时他们的激变惊动了朝中大臣 由于张敦言之有理 距离力争 甚至不少保守派中的大臣 重臣们都站出来替张敦说话 在这一点我们还是得肯定保守派的 也包括司马光 尽管立场不同意见分歧 但大家总是已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而没有照顾到个人的利益 例如 刚受到提拔和重用的苏氏 就对司马光说 免疫法立地都是有的 但还是慢慢来得好 不要急于求成 不然恐怕会出乱子的 你再比如 范中央的儿子范淳仁 他时任书密使 跟张敦的职位是一样的 他也对司马光说 先生应该虚心地听听大家的意见 可不要一意孤行啊 苏氏范淳仁身为保守派的代表 竟然会反对司马光 支持暂缓废除免疫法 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奇怪 即使在变法派占据上风的时候 他俩都不曾替变法说话 现在变法派大势已去 处于被围剿的状态 他们反而来维护曾经的新政 要求暂缓废除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有个问题得说明一下 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是保守派的 可现在在对待新法的态度上 前后会不一样呢 我们这里还是得从利益的角度去分析 我们就拿免疫法来说吧 颁布这部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 增加收入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保守派一开始是反对的 他是担心自己的利益会受损 但经过十多年的实行 他们除了适应 更主要的是发现 就自己的利益不仅没有减少 而且整个国家经济 较之过去差异法时期 还得到了健康正常的发展 换句话说 有些变法没有触及到地主阶级的利益 相反都还有所受益了 所以在面对法律存或废的问题上 自然就导向了变法派这边了 可能问题是 此一时彼一时 如今变法派的后台神宗逝世 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 正是大权在握 可以独断朝纲之计 司马光又是太皇太后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 司马光的意见 反映的是太皇太后的主见 所以哪怕你张敦反驳的 再振振有词 再有礼 也是浪费口舌 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 就连张敦本人 也很快被免去了官位 这次神宗与王安石苦心经营多年的 新法事业被全部废除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那么此时告老还家多年 远在江宁养老的王安石 是怎么想的呢 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当他听到司马光家连三的 废除新法时 显得一呼寻常的冷静 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站在王安石角度去想一想 如果你是王安石 你会怎么样 别忘了 一心求变的神宗已经死了 而他本人离开政治中心已经多年了 现在连一丁点的实权都没有了 你哪怕暴跳如雷 哪怕高声抗议 又有谁会理你呢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 所以除了冷静 我还能干嘛呢 不过 当王安石听到司马光要废除免疫法时 他还是忍不住地发了几句牢骚 他说 连这个都要废除 创立此法 我可是和先帝商讨了两年之久的 实在不该废除 大家可以去想 王安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血被他人无情地践踏 他心痛得不已 但又无可奈何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呢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 我们来分析一下司马光 司马光在地方十五年的压抑生活 使得司马光对神宗和王安石主持的制定和颁布的心法 有着近乎病态的厌恶心理 所以他一旦手握权力 势必会处于发泄 报复 爆发出强大的破坏力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急于废除心法的原因 我们说 当年司马光可算是有千千君子之风 但如今 他一个人 是钻进了牛角尖 走上了极端 他现在就变得 刚愎自用 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向来以固执性格著称的王安石 王安石和司马光 两个人无论在才华 学问和个人修养上 在当时都是佼佼者 神宗本希望他们两个人能为自己的大宋王朝建功立业 但结果呢 从最早的我们说到的沿河殿的停变 到两个人亡不见亡 再到如今的乾坤逆转 他们一路以来啊 是恩怨是非不断 不过 这一切很快都要了结了 他们的人生道路啊 很快也要走到尽头了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评价司马光和王安石 这两个北宋时期的重要大臣的功过得失呢 我们又该如何去评说王安石变法的历来的历和弊呢 好的 观众朋友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宋神宗去世后 变法受到太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吉利法律 全部被废除 以傅贤在家的王安石会不会受到牵连 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在下期节目中 学者杨吉为您讲述第十七集 解体语言详